中文贵 玩者龙药 三名熟 Hello大家好 我是煜哥 今天我们继续玩夜玩者龙药 这回用的是鱼鸡 鱼鸡也就是前一段时间用什么的触据对方的 关羽还没出来的时候 然后用那个对方的鱼鸡 对方的这个谜 剛剛米月剛出來就玩了幾下 感覺米月還挺不錯的 二技能 一技能可以讓他們減速 二技能還附帶一些吸血效果 但是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慢慢吸下來也可以不用回去補血 就在那個血量還不是很少的狀態下 可以慢慢邊打邊補回來 就可以不用回去補血了 現在我們兩個法師類的一群走在中路 對方一個周瑜 周瑜也是走中路 噴你一下 再給你一個技能 吸一個血測 哎呀 對方來了一個劉備 劉備衝突 我和光羽直接一個衝撞 把他大哥頂開了 把劉備頂得遠遠的 以前玩這個 米月還是 只能泄滅的時候玩 而且米月是 金幣是一萬三千多的 以前還沒 以前米月剛出來的時候也沒怎麼想買過 以前賺 賺金幣不容易 如今賺金幣好像會快一點 一周差不多可以賺到三四四千多吧 四千 現在這個版本更新以後 應該是一周可以賺四千多 只要你每天不是不出現那種掛機狀態下 就是打遊戲打兩下不打的那種掛機狀態下 幸運分不被扣 然後每天都會增加一百的金幣上限 默認 默認一周金幣上限是三千五嘛 剛才幸好有點卡 不過還是搶殺了一個 對方有兩個滑鼠 那個裝舟 裝舟也算一個 他也是虎兔型的 但是他們兩個的話 那個進攻就少了很多了 對方對方也有一個關羽 還是帶皮膚的關羽 看一下這邊下路 我怕關羽的地方關羽碰到了 應該不知道跑來去了 我怕關羽是默認皮膚 我這個米月也是默認皮膚 這個專舟是賽季 賽季獎獄的皮膚 他獎勵體肚居然是先是給那個便宜的 便宜的人者 這個專舟也算是應該是最便宜的人者 最便宜的人型 好像是2882人就可以買得到 上一個賽季是亞瑟 再早一點就不知道是什麼了 本稱為S3賽季 然後現在改成S4賽季 這個專舟是S4 那那個 再過一段這隻S5皮膚就會出來了 反正最好是打排位賽 大家盡量打到黃金以上就可以了 黃金以上他到後期都會獎勵皮膚的 反正你現在打到黃金應該也是有獎勵皮膚的 卡 王者龍腰好像以前不叫王者龍腰 以前改過名字 才叫王者龍腰 以前王者龍腰是從去年年 年底開始玩了12月左右開始玩了吧 現在差不多7月份玩了 7月份玩了將近大半年了 大半年下來好多遊戲都有了 幾乎幾乎好像這一段下來 每天都有玩一兩次吧 基本這個遊戲天天都有玩 因為如果玩那個像那個什麼 英雄聯盟那個打一局下來基本的 要耗一兩個一個小時多左右 這個這個王子龍要一局下來 好像只要十幾分鐘 再快一點的話那個 再快一點的話也是幾分鐘都能搞得定 而且這個手機遊戲嘛走到哪都可以玩 流量的話一局下來差不多七兆八兆左右 看你玩的時間長 十七八分鐘左右的話差不多就是七八兆的流量 平常的話在家裡是那個WiFi玩嘛 WiFi就不用去接耀流量 如果你在外面 在外面沒在外面玩的話就要考慮一下流量 包月看看有多少賬 夠不夠玩 對 換一個老褲子沒辦法洗 快跑快跑 好 反正他慢慢的 反正大家如果經常玩的話 慢慢的運行都會有 他這個更新速度還是挺快 就每差不多半個月都會增加兩個運行 算是六月初還要去增加了一些運行 然後隔一段時間又出了一些 那最近不是乾出了關羽嗎 畢竟又要過半個月多左右吧 應該又會出新一型 對戰類的手遊遊戲裡面 王者龍要是排前面的 還有很多運行我是送來的 大家可以去鑽石抽獎 鑽石抽獎有的應該就抽到一些英雄 好 這一波下來對外好多運行躺下 有三個人躺下 就算兩個 鑽州和老褲子 這波打得還不錯 鑽州老褲子你還想跑 鑽州不看看 老褲子不看看我們有幾個運行 還敢出來溜達 這家的運行都掛了兩三個 現在還多了個什麼師徒系統 師徒系統好像要三十幾 二十五級以上可以收土 然後二十幾 二十幾以下還是做二級以下 大概是可以 可以拜師 那我現在三十幾 那是可以去收土 但是不知道怎麼收 還是收土只能收一個 但是沒有研究過呢 先打這麼久 但感覺技術還是沒有怎麼怎麼見長 基本的保持到一定有輸有雲 應該是輸贏各一半 因為綜合起來看了一下 綜合效果那個勝率也就50% 那就是輸贏各一半 對方好多東西 趕快開溜 這個龍搶不到了 然後要被他們搶 又把他們趕走了 還在這位我和呂布還是把龍也搶 先遠離世為之地 然後這個呂布 呂布和關羽的價格一樣 增加三陰戰呂布 這下最後變成 好像關羽還現在比呂布還要好運一點吧 因為呂布他速度又慢了 對吧 二技能好像這個二技能沒什麼 沒什麼軟力 現在有很多人能遠距離控他 這呂布也有點虧啊 價格又貴啊 一萬八千發 好在當時已經買下來了 這個新版本跟紐爾爾一樣 李白銷弱了一些 但我沒有李白這根型 李白也運的不是很溜 本來還想買個李白 但是賺錢太慢了 然後那個皮屋碎片裏面 那個又不能用李 又不能對換到李 少不到李白對換 那碎片 碎片三鏈子 主要是新英雄比較容易對換的 但是有些老一星還對換不到 最近還有那個 陳咬金可以用鑽石買 鑽石買還可以買那個姜子牙 姜子牙我是用鑽石買來的 也沒玩幾把 有時候運鑽石牙 別人都不說不要運這個姜子牙 因為當後小人都不好運 很容易被人抓 如果你沒掌握好他大招的 攻擊範圍 也確實運的不是很好 如果團隊在那個不是配合的很好 很容易被人抓 卡住了卡住了 還好這個人沒有電話人來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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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遊戲這裡有的時候 信號很成問題 都不能卡殼一下 對 來打我 他一旦藏了我開個大招 米越的大招 天天都無敵狀態 沒人能打得到他 但是時間能長一點更好了 大招時間太短了 哎呀糟糕被抓住了 開大招開大招開大招 開大招更好 開完大招遠離這些四回地 而且米越不需要藍 只要補血就可以了 開一個一系列 幫你們撿樹 在草叢裡面 現在都是在他們家門口打 敵人節被人家圍毆 幾個人追 老虎子又來了 哎呀對方弄了誰 雙周 趕緊趕緊開大招開大招 劉備也是了 糟糕了被抓住 還有一個閃線散開 我還關羽好猛 直接衝進去 怎麼出來跳出來 怎麼直接走出來 他沒有穿牆 穿牆還要等二技能 二技能那個要充分狀態一下怎麼 但他跑出來也要慢 所以說直接出塔 就走出來更快 下路的兵我來清理一下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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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人節打主宰 我要來支援一下 對方劉備下來了 先來趕走劉備 這主宰打我幹什麼 又不是我先打他的 哇這敵人節攻擊力挺高 傷害挺高 我直接把劉備 邊接著邊打打敗 打殘了 沒人打主宰了嗎 剛才女部不打 也衝上來一起打 打這些小人 打這些英雄 打對方周瑜和川州 快跑快跑 對方關羽 這個川州大招 他可以破我的技能 劉備快撤了 我來刷他一下 看他怎麼跑 老虎子又來了 他想纏著我 沒那麼容易 幾個直接糾纏著他 老虎子直接被擊殺了 先回去補血吧 再浪下去 基本要掛 好了這把還沒掛一次 但搶的門都好少 助攻呢12次 擊殺2次 來打暴君 請求支援一下 有沒有人來打暴君 我們來一起支援 讓我一個華斯打暴君 敵人傑過來敵人傑過來 敵人傑過來 光羽過來 OK 這回還是算我搶到的 哎呀我主宰居然被他們宰了 開始撤退 打個龍打暴君 打那麼快 早上應該先去打主宰 這邊他們的野區好多人 去支援一下 劉備想拆我們塔 要注意哦 趕緊去下路支援一下 先把劉備擊殺 這劉備敢偷襲我們 光羽都看不上 看不過去 直接造反他大哥 一個一技能斬殺了他 這是要造謊 去足路 足路打野 打團了 對方已經就剩一個人 一個已經了 下路好像沒能顧塔 下路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 下路的小兵對小兵 對方就一個咒語 這個塔也快沒多少血了 直接拆掉吧 拆了他拆了他 小兵來了我們直接攻吧 對方已經快互活了 都快互活了 看來還要再等一波 這個塔沒拆掉 直接這樣子走過來 反正想把這些上路的兵 給他清掉 讓上路的兵去拆塔 我還想要拆了 光羽將對我行 一圖不滾 一下子我還戳掉 就好幾個血了 快跑快跑 遠離遠離 趕緊開趕緊開大招 老父子還對我不換 對我糾纏的不換 不過我還能逃得掉 想抓我 不是弄不容易的 看吧看吧 還是跑遠 我要躲到後排 躲在前排很容易被擊殺的 像這種法師啊 還有一些射手 盡量躲在後排 哎呀糟糕了 對我發現隊友在掛 不跟你們耗了 光羽你還敢衝下來 我換到光羽還衝下來 你再跑 你再跑 刷到了 只是刷到流貨 我還是想把光羽的那個 護器子給他刷下來 要和光羽一起配合打他們三個 我和敵人傑也上來支援了 對方光羽先掛 現在一屁 一屁屍體躺在中路 光羽把他擊殺了 光羽上殺 對方 團滅了 對方 對方怎麼打的 打成團滅 這個塔也拆 趕緊拆架吧 對方都團滅了 就剩一個光羽了 光羽會火了 最後要不讓我們拆了大家 OK拆掉了 那好吧 本期的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欣賞 歡迎大家點擊訂閱 還有點個讚 我是MVP 8285 那我的分數是 10.7分